竟然是她 司徒清清 方希见到司徒清清 身形没有一瞬间的停滞 就好似个普通路人一般 跟对方擦肩而过 不过在对方路过之后 方希突然感觉有些紧张 因为在司徒清清身边 隐约有几个练器中后期的修士围成圈子 向洞府驱走去 执法队的修士 居然不光明正大 而是偷偷摸摸的行动 秘密任务 方希感觉头皮发麻 下意识走向方氏出口 可能要有大事发生 她的第一反应 就是先跑路去大梁待几年 不过这反应还是有些迟了 她刚刚来到薄雾边缘 忽然神情一领 飞快后退 嗡嗡 只见原本笼罩方式的淡薄雾气 正在飞速变得浓郁 一股强大的灵力波动散发开来 诸多五颜六色的符纹 宛若小于一般 惬意地在浓雾当中 游异 每一枚都带着极致的危险 怎么回事 这是青竹山方式的护山法阵 二阶的天青如水阵 怎么会突然全力开启 当场就有散修交集到 青竹山方式的阵法 平时都是按最低消耗来 唯有遇到大事才开启 如今忽然全力运转 封闭整个方式 怎么看怎么有问题 特别是一些隐藏身份的节修 已经着急地宛若热锅上的蚂蚁 司徒家的人呢 快出来给个解释 放我们出去 大家不要着急 这时候 一队穿着玄黑色的统一法袍 遇见飞行 明显是司徒家执法修士的人马 在半空当中 以扩音法术大声道 今日方式启动法阵 只是为了搜捕节修 各位同道请站在原地 不要乱走乱动 在全力开启的二阶阵法之中 哪怕炼器圆满的修士 也不能驾驭法器飞行 唯有得到授权 与认可的司徒家执法队才可以 方兮听到这里 却是忽然联想到 刚刚见过一面的司徒清清 神色变得越发凝重起来 没有多久 他便看到那些执法修士 包围了好几处建筑 就连白巧楼都赫然在其中 轰隆 听听胖胖 法术的爆炸与法器交集的声音炸起 漠然又听得一声巨响 整座白巧楼轰然倒塌 化为一片废墟 从废墟之中 树道流光冲了出来 为首的赫然是齐六掌柜 哼 你们齐家也敢跟我司徒家动手 司徒家执法修士 小队长怒喝一声 哈哈 司徒家无道 上宗有令 各家同伐之 齐六虽然胸口有些血迹 却驾驭一口同中法器 将自己与身后几人牢牢守护在内 声音远远传播开去 红叶谷已经被灭门 你们司徒家便是下一个 没有多久 另外几道声音也同时响起 奉上宗令 诛灭司徒家 看发出声音的位置 赫然是天福殿 明清阁等大建筑 从这些建筑当中 一些炼器后期修士纷纷杀出 跟司徒家的执法队斗在一起 竟然是这些大势力联合动手 一名老修面待恶然 难难自语 这天 要变了呀 能在青竹山方市开店铺的 背后起码都有助击势力撑腰 如今好几家同时与司徒家为难 岂不是代表司徒家要面对数位同等阶的敌人 更何况 那个上宗有令 着实令人浮想连天 是啊 天要变了 这正是我等的机会啊 兄弟们 还愣着做什么 抢啊 一名遮掩身形的修士双目中绽放出血盲 显然修炼的是邪门功法 在发出欢呼雀跃般的咆哮之后 就向着某处富丽堂皇的建筑中杀了过去 对于无数散修而言 方氏大乱 是他们一辈子都未必能遇到一次的机会 该死的 怎么这么巧 方夕心中 却是无比郁闷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来购买丹药 刚好撞见 司徒家跟这些叛乱势力摊牌的一幕 好在掌握着逃命的金手指 方夕道也不是太慌 他仔细看了看周围 只见方氏当中 正在激斗的只有司徒家执法队与叛乱势力 而两边不靠的散修 其实占据八成以上 丹辈不知道谁一嗓子 喊得人心都乱了 已经有灵星的骚乱出现 更大的混乱也在酝酿之中 见此 方夕却没有跟以往梦中一样 去抢了丹顶阁 而是向人少的地方走去 他有着金手指 长生在望 才不会为了一点迎头小利 就去冒险 哪怕丹顶阁内有助鸡丹 他也不考虑 毕竟修为太低了 在行走之时 方夕已经激发迷彩衣 尽量让自己的存在感更低一些 并且将鬼头刀取出 透骨钉握在手中 随时叙事待发 直到走到阵法边缘 远离房室的位置 方夕才停下脚步 开始思考 之前 明清阁也在叛乱势力之列 据我所知 云梦仙子似乎便与此阁有些关系 还有沈浩然 此人与天福殿关系匪浅 陈平 搞不好 司徒轻轻便是从陈平那边找到线索 继而摸到了叛乱势力的证据 虽然此时叛乱势力叫得很凶 但方夕确定 依旧是司徒家占据上风 证据便是眼前全力开启的天青 如水阵 有着这一套二阶阵法辅助 哪怕驻基修士在阵中都要被重伤 更何况各大势力在方室内的主事之人 也才练起后期与大圆满级别 轰隆隆 果然没有多久浓郁的云雾再次翻滚 无数禁止符文汇聚化为一颗颗五彩小球 从天穷中落下精准地开始打击叛乱修士 这些五彩小球看起来毫不起眼 但每一击都相当于炼器大圆满修士全力一击 哇 其六的童中法器受此一击 整个光照都发出悲鸣 法器本身更是浮现出一道裂痕 该死的云梦仙子还不动手 他看向明清阁方向 那边云梦仙子正操纵一条彩带 幻化出无数花瓣 困住了司徒清清等一杆执法对修士 而他的修为 赫然已经到了炼器后期 很显然 之前的修为可能是伪装 此女必然掌握了一套 极其高明的脸稀数 嘻嘻 其掌柜不必着急 我等援军已至 云梦仙子笑颜如花 似乎是为了附和他所说的话语 天青如水阵忽然泛起大量涟漪 一层云雾散开 显出五颜六色的半透明禁制 在禁制之外 正有一柄数丈长的漆黑巨剑 正在疯狂攻击着整座大阵 操纵这柄巨剑的是一名黑衣赤脚大汉 邋遢的胡茶之上 一双眼睛 惊狼四射 带着恐怖的威势 助击修士 方兮见着这一幕 身体不自觉的一缩 黑衣赤脚大汉 脸色冰冷如铁 漠然一招手 漆黑巨剑悬浮于法阵上空 剑间处开始燃烧起一层漆黑的火焰 恐怖的法术波动传播开来 哎 数十年不见 龙道友果然晋升了助击中期 这时候 一道青色的人影自方式中飞出 屏风而立 声音传播四方 是司徒家的助击修士 此人穿着一身青色道袍 瘦骨临寻 脸上常戴着三分愁苦之意 朗声道 龙道友既然见到本人在此 也该知道尔等谋划已经尽数成空 在下不才 虽然只是助击初期 但凭借此二阶大阵 挡住道友不成丝毫问题 这位司徒家的助击修士一出现 整个方式的劫修 都仿佛被一盆凉水从头泼下 什么念头都没有了 原本的混乱趋势被迅速止住 没有错 哪怕他们能抢劫致富 但还在人家的阵法当中 并且司徒家还有助击修士坐镇 怎么逃出去 李治占据上风之后 混乱便渐渐平息了 不对 这时候 方夕却是一阵汗毛倒数 看起来 是司徒家得到消息 占据先手 甚至事先埋伏了一位助击大修 但那位黑衣赤脚大汉可没有丝毫退去之意 他一定还有底牌 就在方夕思考什么底牌之时 他忽然看到一道 血光自方式中飞出 落入天青如水阵之上 血光炸开 现出其中一张浮路 散发出道道银色波纹 扭曲着阵法运行波动 这是方夕吐出心中的猜测 破禁符 二阶的破禁符 怎么可能 如果说一阶破禁符 还算比较常见的话 二阶破禁符简直是战略资源 极少出现在市场上 一旦售出 必然会有相应消息与情报流传 至少 司徒家不会猝不及防 但这一切 却就在眼前发生了 嗡嗡 破禁符专破阵符 更不用说这一道破禁符 乃是从阵法 内部爆破 威力更大 请客之间 在司徒家筑基的怒吼当中 天青如水阵一层层崩塌 无数雾气散开 那五彩的禁止符文 也四分五裂 司徒家气鼠已尽 守候在外的黑衣 赤脚大汉冷笑一声 漆黑巨剑笔直落下 轰隆 方式当中 最大的一处建筑 瞬间被一分为二 原本被震慑的伞修们 则是眼睛红了 又开始疯狂厮杀 真正的混乱形成 并且再也无法遏制 重力之下 任何散修都可以化身截修 这便是修仙界 不自行? 优优独 Jane